今集長沙的另一種玩法 我要用刺激的方法去參觀岳岳山 有個方法比你岳岳山快的 哇!飄車了… 還要試勻長沙最地道的滋味 獅子頭有沒有獅子呢? 還有老婆餅有沒有老婆呢? 這個混雞是一樣的原理 自己撕可能會比較香 長沙臭豆腐,沒理由不吃吧 你別以為我拿這麼開,我不敢吃 正所謂一日之計在於神 雖然長沙這個城市 夜生活很繽紛、很精彩 但是街市這裏是展示到長沙超重的玩意 無論有多熱,街市這裏都準時開門 我現在身處的地方 就是長沙城北的一個荷花池菜市場 一進門口的時候 除了有很多街市會看到的東西 排米油鹹、雞蛋、蔬菜等等之外 還有很多不同熟食的單位 傳統街市果然是深入當地文化的好地方 我鬥了一圈一圈 已經看到很多網友瘋狂推薦的食物 街市的門口附近 已經排著一條很長的隊 大家欠買的是長沙的一樣 幾句特色的地道美食 綑雞 想問一下這個原味跟這個有甚麼差別 不辣的 不辣的 是辣的吧 一個人通常是多少錢 十五碗嗎 十五碗嗎 好啊 可以 獅子頭有沒有獅子呢 還有老婆餅有沒有老婆呢 這個綑雞是一樣的原理 它雖然叫綑雞 但是裡面是沒有雞肉的 只有雞腸、豬屎腸、鴨腸等等 就綁在一起 然後放進特製老汁裡面煮 吃的時候就像這樣切薄片 有一點點像越南的紮肉 這個原味跟招牌 我就叫招牌 是辣的 原味是不辣的 叫這個招牌滾雞的時候 它還會加了芫荽、蘿蔔乾和花生 但是一吃下去 辣了 所以吃不到辣的朋友 記得叫原味就不要叫這個招牌 大家有沒有吃過模糊爽 它就是這種口感 再加上辣 整個感覺很熟悉 可能裡面全部都是腸 再紮在一起 所以口感也挺好的 我發覺這東西 送飯應該一流 鹹香、辣 最差是早上 不然拿回盤白飯吃 一流 那些網友果然沒有騙我 在長沙吃東西很少可以重複 由於滾雞很適合我的口味 我決定繼續挑戰下一間 很有名的餡餅店 這間餡餅是湖北京魂的傳統小食 由於餅皮一層一層 又軟又酥脆 所以令到很多人一吃上癮 很多中式糕點都挺甜的 很高堂的 但這間餡餅就標榜燕烤低甜 試試它吧 它一看我就有點像老婆餅 然後它有很多種不同的口味 選擇困難做的我 當然是買一個混合口味 總共有七個口味 我剛剛很努力地記一記 老闆甚麼順序 甚麼口味夾進去 但我現在已經忘記了 不過不要緊 我們當盲鴨這樣 抽一下有甚麼味 有椰蓉、花生、黑芝麻等等 還有一個是椒鹽味 我比較期待那個鹹的味道 抽盲鴨 這個 果然是燕烤、軟粒粒的 它那股酥脆是很脆的 而且它跟老婆餅的分別 我在香港吃的老婆餅 餡料都塞滿了 酥脆就貼了 但酥脆和餡料之間是有點空隙的 所以做到它更脆 現在吃到這個 是黑芝麻的味道 它剛拿上手的質感 還有咬下去 就是老婆餅的酥脆 然後裡面的蓮蓉和黑芝麻 都挺香 不知道這個是不是椒鹽味 這個是桂花味 酸酸的 挺開胃 而且口中會有一股瓜子的味道 這個很特別 中式糕點紅豆還是手不得 這個綠豆味 這個是蓮蓉味 我最想吃的是椒鹽味 但抽到現在還沒抽到 看來我手氣也是一般的 最後五十五十機會了 看我抽不抽得中椒鹽味 你夠了 椒鹽味 椒鹽味 看來以後還是不要抽盲盒了 最後一塊 知道完美了吧 原本我的期待 是很濃烈 雙方是挺清新的 它是以香味為主 但就不是那種很死鹹的味道 吃完這個盲盒餡餅之後 我個人認為最好吃的是紅豆和桂花味 奉勸各位手氣不好的朋友 就不要買混合口味了 就自己選擇,自己組吧 它是八元七個 但有些味道就是十元七個 平時珍珠雞的豆也這麼小 現在真的有隻雞 聚首 看到這一桶雞,很想馬上試試 在我誠懇的眼神 和十足的誠意之下 老闆很爽快地答應了我請求 果然,頭臉皮是比較好處的 你們這班從哪裡下手 雞翅法還是雞翅腿 我會把那個火頭也抽下來 真的嗎 暴力一點也可以 想吃大片一點,你就短片一點 你大概多久可以撕掉整隻雞 大概都可以撕掉一隻雞 那我要回家訓練一下 自己撕,可能會比較香 本身在香港,我都很喜歡吃手絲雞 但香港的風格是比較鹹香 還有雞味比較出一點 但這隻雞肉都嫩 而且它的味道是偏辣的那邊多一點 香辣,麻辣一點 蘸這個雞湯汁更好吃 不管是以為它是清雞湯 純粹是為了變雞濕一點 但是它混合其他香料 粉、辣椒 變成一個很濃味的湯 這幾天我在附近住 就見到不同年齡層的人 小朋友、年輕人、叔叔嬸嬸 都拿著一些很特別的零食 然後我上網找 找到這間全國零食店之外 有一個很棒的就是… 終於找到它了 就是一些最大化的零食 這裡有個大辣椒 大哥,像蚊香一樣 搭長途的高鐵時 總是會有一些口癢的時侯 幸好我在長沙看到一間大型的零食店 有兩層 它是誕生在長沙的 還找了周董來代言 但是令它那麼有名的 就不是明星 而是大絕招 有我半個人那麼高的超大零食 種類很多 每一種我都想買回家 原本是怕沒有零食 現在就煩惱另一件事 就是不知道怎麼拿好 好像去了大人國 這東西全部都大大大 我猜我爸爸媽媽應該很慶幸 當年沒有這些東西 否則我這個臭小子 一定會扭曲扭得傻 這些我已經很久沒見過了 一塊塊的山楂片 小時候會喜歡吃的 因為酸酸甜甜的,很開胃 這間零食店有大有小 它可以逐磅購買 或者逐樣逐樣購買 就不用每次都買巨大化 我想知道裡面有甚麼包裝 青瓜味薯片 下面的辣條、辣片 就是本身那樣就巨大化了 但如果這個巨大化薯片的話 其實是這個盒子巨大化了 裡面的內容就是有20包 小包裝的薯片 也好,揹著這個滿足感 很適合 你想想,可以在這裡打卡 然後如果你買這些 去跟朋友開派對的話 還可以大家一起拍照 一起玩,而且開心 有很多熱鬧的地方,我就去了 自然明星也有 而岳鹿山就是其中一個 最具代表性的地方 是南岳恆山72峰之一 不但旅客會來這裡 很多長沙的居民 柴魚販漏都喜歡來到這裡 你別小看這座山 雖然它的高度是海拔300米左右 你沒聽錯,是300米 但重點是這座山的內涵 它裡面有很多古蹟、涼亭和書院 所以又被人稱為人民名山 如果有看古文和古裝的朋友 一定會知道岳鹿書院這個地方 它就在岳鹿山的山腳 是長沙這裡其中一個最有名的景點 那幅很有名的對戀 為楚有才,於斯為盛 就是在這個地方 岳鹿書院就在北宋時期設立 和八六棟書院、衰陽書院 和松陽書院 並列為中國古代四大書院 不少的文人才子都在這裡讀過書 經歷了四個朝代 送完明清之後 現在它是湖南大學的辦學機構 是名副其實的千年學府 好,不行,這個感覺,先喝一首詩 創前明月光,是唐詩,對不起… 岳鹿山這裡除了有四大書院之一 的岳鹿書院之外 還有愛曼亭 它在青崩峽裡 和北京的桃源亭、安徽最翁亭 和杭州的湖心亭 一起被稱為中國四大名亭 愛曼亭是在乾隆57年建成的 原本的名字是洪葉亭或外崩亭 是岳鹿書院院長羅典創建的 聽過名字就知道 秋天的楓葉是重點 可惜我早來就看不到那種 又黃又綠充滿秋意的景色 但那種清新的綠色 仍然令我覺得挺放鬆和舒服的 和我有一樣想法的人都不少 遊客會在這裏休息和打卡 而當地的居民也很喜歡來這裏 聊聊聊聊聊 把古蹟當作公園 都頗有詩情話意、頗浪漫的 為何洪葉亭會改名為愛曼亭呢 有一個說法就是湖廣總督不原 看了唐盜牧的七言絕句 山行之後改的 遠上寒山石敬斜 霸雲深樹有人家 停車障礙風臨晚 張葉鴻於二月霸 看完這個之後 他就把這裏改名為愛曼亭 這個人有點浪漫 景點我就走了 差不多下山了 我知道有個方法比你滑下山 滑到 這樣滑就比你滑下山更快 滑下山也會卡住 這裡不會卡住 還有這個桿 讓你控制這個快慢 其實這座山就不太高 而有這些設施被人滑下山 其實也挺好玩的 這個剛剛上面介紹 是五分鐘就可以落到山腳 飄車… 我們第一次坐這些滑道 以前的山不是坐接波車 就是坐纜車 我建議每一座山都做這些 看風景之餘,又刺激 畏高都接受到,好玩 走完岳陸山,當然會玩水 由山換水,一套的 所以來到這個西湖公園 別以為只有杭州才有西湖 長沙的岳陸山陸山陸近 也有一個西湖公園 也叫鹹家湖公園 除了咖啡店 讓你喝咖啡,冷靜一下之外 這裡還有水上活動玩 不過這裡就… 還沒有人 長沙人果然夜生活比較精彩 不如我回酒店養蒸粥蕊 今晚再出動 有鑑魚呢? 我們在外面的時候 吃得太好了,花多了 所以今晚只剩20元人民幣預算 你也有份 不過聽說 長沙夜市便宜、美麗 應該20元,吃得飽,盡做吧 長沙的夜市來說 一定是首推南門口夜市 這裡是長沙的美食大本營 20元人民幣應該沒問題吧 趁我有錢 第一樣就吃堪稱 長沙代名詞的臭豆腐 長沙的臭豆腐,又稱為臭金子 湖南三寶,沒理由不吃吧 你別以為我拿這麼開,我不敢吃 在這裡很多人會拿著臭豆腐 打卡、拍照、試吃 我現在也買了 有些酸酸的臭豆腐味 對它來說是很正常的 吃臭豆腐 不會臭的方法,挺得住的 就是試吃的時候不停咀嚼 然後不要呼吸,千萬不要吸氣 一吸氣,你就把臭的味道吸進去 你看,我現在沒事了 先說到味道方面 味道方面,嚴格來說,它是辣的 剛才跟哥哥說是否豆瓣醬 他說不是,是辣椒醬 還跟我說很辣 我有一絲希望 就是這股辣,蓋得住那股臭 我覺得不錯 預算只有20元 兩隻,這五塊臭豆腐花了10元 接下來真的要計算清楚一點 幸好臭豆腐也算是飽肚 我還是先找些東西,撞一下嘴巴 聽說有一種飲品 是老長沙人的回憶 就隱藏在民居裡面 這個小撥紙甜酒 是這間店的招牌 明明是撥的 他給我一碗的時候,我呆了 老闆說因為衛生的問題 而且有些年輕人害怕骯髒 所以就轉換了這種交換 不過不要緊 裡面的甜酒才是重點 這個甜酒一吃下去的時候 很瘦暑 因為剛才在外面走,很熱 一吃下去,整個人都舒服了 冰冰涼涼的 然後吃下去 除了甜味之外 其實有一種酒釀丸子 這個甜度會高一點 而且沒有那種很重的酒味 而它多了一種酸味 所以很開胃 我覺得夏天吃這個很舒服 再加上剛才吃了糯米 就像大家平時吃甜品 會加小丸子的 糯米的口感有點像 不過沒有那麼嚴重 其實糯米甜酒 有很豐富的維他命B 可以促進生存代謝 以及幫助消化 來到長沙 其實肥不開很重口味 多油或多辣 但吃這個 希望我的胃會好一點 桂花就當早了 而桂花養也是這裡的土產 挺受歡迎的 在喝之前,我想說 這個外形再加上這個碗 那種古代大俠感覺出來 我決定像大俠一樣 好好地整碗喝下去 如果說它是酒 我覺得比較像桂花蜜 它有一種甜味 酒味一點也不重 但桂花味很香 這也是要三思的 我懷疑很容易醉 因為太容易入口了 吃完小缽子甜酒 花了6元 只剩下4元 雖然老闆送了桂花樣給我喝 但還未夠飽 糖油脫脫 長沙著名小食 6元? 我只有4元 試試 老闆你好 老闆你好帥 那個多少錢一個 這個6塊錢一串 只有4塊錢的話 你給我小串個3顆左右 可以嗎?4塊錢 可以 好,那我就麻煩你了 我要一串 4顆的就可以了 4塊 1塊錢1顆 好 芝麻要不要嗎 要的…芝麻要錢嗎 不要錢… 那就放爆了 多放點… 這樣可以嗎 可以 4塊而已 可以… 真的嗎 謝謝老闆 老闆真是好人 長沙人真是又好客又好 我不夠錢 本身談好的 只給我四顆 現在他整串給了我 謝謝老闆 大家不要亂學一下 知道嗎 我是迫不得已的 先嘗嘗這個長沙特色小吃 充滿老闆的心意 一定很甜 其實跟香港的煎堆很像 只不過是實心 裡面全都是糯米 因為本身吃的時候很甜 有些糖漿的味道 有芝麻的香味 然後吃到最後 會有一陣糯米的甜味出來 好吃,多了一個層次 所以嘗嘗一下,你的嘴巴會甜甜的 但那種甜就不是糖漿的甜 而是糯米的甜 以為20元就難得到我 跑了 明天繼續大魚大魚 下一集到江門 老街新創意 江門最具歷史的老街那種花磚 小紅椅加上木桌 整件事很有感覺 重量級地道小吃 是一事難忘的美食 現在的竹星年足夠大人性 畢竟鐵道行都走了這麼多路 骨膠圓,怎樣也要補充一點 江門特色小吃,羊濾餅 慢慢刮,一點也不要剩 江門的年輕人都敢玩 誰救我漂亮 但你的樣子 八蛋不生冷得 乖乖乖乖乖乖 一樣那麼漂亮 有事都必須要接受 有些東西是你無法持續的 我愛過了 這些輪本 upgrading 都是我吸引的 譜扒乖乖公仁 到北外 Madam investor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